各位傳說對決的挑戰者們 大家好 我是露瑤 今天要來介紹改版後的呂布 呂布經過改版BUFF攻速之後 在面對特定強勢角色來說很好發揮 例如葉娜 菲類等等 呂布的奧義我會選擇 紅色帶猛攻 一顆暴怒 紫色帶精靈 綠色帶龍爪 以往紫色會帶五個庇佑 但是因為一技能縮短的關係 所以必須全帶精靈 提高機動性 魔紋這一版本通常我會建議使用惡魔覺醒 因為改版後的出裝更像降冷卻還有穿透裝 所以這版本的絕地使鬥 對於呂布來說比較雞肋了一點 那小顆的魔紋記得選擇聖珠降低大招的時間 呂布的核心裝備我認為是鋼鐵長槍還有冰霜長袍 鋼槍提供了防禦 增加前期的容錯率 那冰袍提供了元素之力 配合你的combo能打出極高的傷害 而且兩件裝備都給予冷卻減免 這邊不選擇全能的原因是因為一技能改短的情況下 配合全能的話追擊能力偏差 要配合冰霜長袍的緩速才可以擊殺對手 呂布的裝備我會推薦出 任性鞋 鋼鐵長槍 金雙長袍 仙靈吊盾 狂暴之手 滅盤之刃 那這版本呢我不建議出高傷害刺客裝 因為熊爹3公分的鱼布你吃不到能力 技能升級順序 如果對線處於優勢的時候我會主點二技能 龍奧對手並使用二技能 持續勸退對手持兵線 那如果在平局的時候我會主點一技能 增加機動性來跑線支援 打開風向 鱼布的進場時機需要透過不斷的場次堆疊 無數次的被蒸發才能誤出真理 有的人喜歡七成血開大進場 那吸滿血之後等待第二波進場 而我個人喜歡三成血或者被致死CC技能控住之後 開大解控反打 以上都沒有對錯 因為鱼布是一隻個人風格強烈的英雄 從出裝到玩法都非常的自由 技能combo教學 鱼布的接技隨著技能冷卻 攻速疊成後順序都會變得不一樣 但只要記得大方向 有二丟二 每次技能後接普A 普A主要是讓二技能刷新的更快 打出元素之力等普攻 所以沒有接普A的鱼布沒有靈魂 鱼布的注意事項 如果你是一個對鱼布很陌生的玩家 第一點我會先建議你去練習場 撞牆100次 練習穿牆 第二點 配在槽裡先丟兩段一技能 那配合瞬移以及三段瞬間開展 三 大招解控也是救命先端 開大的時機很重要 不要爽開就開 以上是改版後的鱼布的使用心得 記得訂閱Galina官方YouTube頻道 想觀看更多我的教學 可以每天晚上9點以後到我的Facebook GAMING直播間 我是鹿瑤 我們下次見